皇上上的一个义品 就是叫你为朝廷来送死的 这个道理啊 我现在也明白了 直到吴三桂造反的那一刻 诸国志才如梦初醒 当初康熙加官进决 拉着他的手鼓励他跟吴三桂斗 不过是利用他为朝廷送死罢了 想到这里 他的一腔热血瞬间冷却下来 当此之时 投降吴三桂或许是一家老小 唯一生还的机会了 不 绝不 这个念头刚刚产生 就被诸国志亲手扼杀在了摇篮里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极端的念头 那就是杀妻灭子 他对夫人宣称 眼下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那吴三桂恨我入骨 一旦落入他的手中 后果可想而知 你也是个告明夫人了 可无论如何 不要落入魔障啊 被丈夫这么一说 夫人万念俱灰 自知没有活路的她 心中暗暗做好准备 她唯一放心不下的 是那双年幼的儿女 总该给他们留一条活路吧 诸国志含着泪 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 安慰夫人不用担心 明天一早 就会让新妇把孩子 带到乡下去 从此就隐姓埋名 看才种地为生吧 既然如此 我也能放心的 走了 诸夫人三尺白铃 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她刚离开人世 诸国志就提着剑 走进了儿女的卧房 当初哈大人扬入活口 诸国志用两匹骡子 就帮她逃出了云南 今日她同样有机会 把一双儿女送出去 可她却选择 狠狠地刺了下去 因为她知道 妇如老幼 没有坚强的意志 万一落到吴三桂手中 白白受辱不说 还可能会导致自己被威胁 从而坏了她 终军报国的名节 儿女的血迹未干 她又召集 衙门里紧剩的几个衙役 抬着大叫 跟我去见吴三桂 见诸国志一解书生 竟有勇气杀妻灭子 吴三桂敬她是条汉子 有心收服于她 怎料诸国志一心求死 大麻吴三桂三性加奴 口口声声说反清复明 实际上却以一己之私 导致天下动荡 万千百姓生灵涂炭 你虽是汉人 却是个汉贼 吴三桂直冒冷汉 恼羞成怒之下 夏令把诸国志砍了 拿她的脑袋击齐 而她的身子 则被吴三桂的士兵吃光了 诸国志虽此幽容 成了大清的忠臣 唐昕二十一年 被追赠为户部幼侍郎 雍正在位时期 又特许入寺招中辞 算是名垂青史了 然而历史上 真正的诸国志 却还有着另一面 出任江苏巡抚期间 诸国志搜刮无度 被人称为朱白帝 而后又制造了 震惊朝野的江南奏销案 枯妙案 并罗治罪名杀害 金圣探李永斌等人 算是地地道道的酷吏 而这也一个 让百姓恨之肉骨的人 青史 大概正是因为 他在大势大飞上 拎得非常清楚吧 砍了他的脑袋后 吴三桂趁机 做最后的战前动员 耿惊中尚可及 与他遥相呼应 声势浩大的三藩之乱 就此拉开了帷幕 就在吴三桂的大军 一路上视如破竹石 皇宫之中却异常安静 向志康熙下志朝臣 全都对三位藩王 主动撤翻的事情 深信不疑 为了继续麻痹朝廷 吴三桂不停地 向康熙索要东西 在最后一份奏折中 吴三桂要的竟然是 道种农具羹牛豆 信以为真的康熙 忍不住嘲笑起吴三桂来 以前吴三桂要东西 让他不胜气烦 这回要多少给多少 他还开玩笑地说 最担心吴三桂 手底下的老爷兵 杀人放火惯了 突然改中地了行吗 说不定给他们的农具 一转眼就被换酒喝了 干脆一人送他们两摊子酒 由此可见 康熙的政治思想 相比吴三桂还是嫩太多了 这也注定了 他要为自己的不成熟 埋下不菲的账单 他更想不到的是 折服京城的杨启龙 也在蠢蠢欲斗 吴三桂起兵的消息 让他喜出望外 他顺势收拾起 明皇三太子的身份 正式登基称帝 而他精心布置的阴谋 也已经到了 最为关键的收往时刻 康熙刚下早朝 太监皇姐就怂恿他 去紫云那放松放松 康熙本就对紫云清心 被黄敬这么一说 顿时春心荡药 于是就答应了黄敬 他不会料到 一场针对他的 产生行动即将上演 与此同时 他安排的内线小毛子 也成功打入到 杨启龙的三郎相会 凭借三寸不烂之时 迅速取得了杨启龙的信任 我封你为 吏部三品侍郎 大明皇帝钦差密使 你必须打探出 康熙的生死消息 是问历朝历代 哪有太监做侍郎的 杨启龙的侧风暴露了 他不懂官场的弱点 更让小毛子察觉到 康熙要大难临头 所以一出了贼窝 他却抢了一匹马 直奔皇宫告密去了 可是找了半天 也不见康熙的影子 恰恰这个时候 校庄太后带着贺舍林 来到了康熙的寝宫 同样找不到康熙 在校庄的逼位下 小毛子一时情急 只得说出了猜想 这一说出大事了 皇上到底在哪儿 奴才估计 叫黄敬引到棉院楼去了 听为这话 皇后贺舍林心中一颤 自从国账所额图 在撤翻的问题上 与康熙有严重分歧后 康熙便有意无意地 冷落皇后贺舍林 这本就让贺舍林心里委屈至极 这回他即将临盆 自己的丈夫 却去外面寻花问领 双重打击之下 他动了胎气 也为后来的南产 埋下了伏笔 小庄太后震怒 令魏东廷带人 把紫云抓进大牢 黄敬交内务府重办 一看事情闹大了 魏东廷抱怨小毛子 说话不分场合 小毛子再也憋不住了 黄敬是个奸细 紫云姑娘是个吊儿 朱三太子 今日就要害死皇上 魏东廷吓得魂飞魄散 连忙带人包围棉月楼 怎料紫云早已不在 老宝又迟迟 不肯说出二人下落 魏东廷一怒之下 投死妓女杀鸡敬猴 然后扛起老宝就跑 这才逼问出了 紫云的别怨所在 只是这么一来 耽误了不少宝贵时间 康熙已经和紫云 你浓我浓了 康熙让紫云去拿酒 紫云端着酒 慢慢走进康熙 就在刚才 他已经悄悄地 把毒药放进酒中 康熙伸手去接 紫云却移开手 把另一杯酒端给康熙 小头喝下手中的酒 泪水不油地流了下来 皇上 紫云想靠着皇上睡一会儿 不多久 魏东廷终于找来了 推开门大喊 他是朱三太子的妹妹 他是来害皇上的 胡说八道 康熙扶起紫云的头 发现他已经毒发身亡了 这才明白 魏东廷所言非虚 可怜紫云身不奉持 便对哥哥的付出要求 和康熙对他的青睐 左右为难的紫云 只能以身殉情 脱困后的康熙将计就计 让小毛子带走自己的玉玺 就说是从尸体上找来的 因此蒙蔽杨起龙 就在他准备 将杨起龙一网打尽时 小毛子却告诉他 那吴三桂 今日举兵反清了 不可能 这是妖言祸重 撞声势 直到哈大人成功逃回京城 康熙才后悔末期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